大家好 歡迎收看麥格麗大宇 是麥格麗論證供房 我是Vican Wingman 今集的嘉賓請來有 麥格麗資本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營股市場銷售 主管林雲恩先生和邀賽徵圈研究部總監植姚斌先生 兩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亦都呼籲一下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 想問兩位的話 可以打來2046566 又或者把問題電郵到askbsjr.com 和WhatsApp到91571428 又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如果在Live 可以留言給我們 亦都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在26781點 升近96點 國企指數升近52點在10455點 大股成交呢 Stanley可不可以幫我看一看 大股成交 242億 242億 看看今天的股市 恆市都滿了幾天 由上星期五開始 其實每天的高低點數波幅 大約是200點左右 真是滿滿的 Stanley 何時才可以打破這個悶局 有陣子 有陣子 只是這樣說 放心 都要再等一會 因為現在本身有沒有一些 都是那些 你好的消息 可以對港股有很大的支持 真的沒有 其實你隔晚的時間 有一個消息 說RQF QF未切出一個上限 某程度上 你當它是比較正面的消息 但是正面還是正面 反而對A股行情的幫助是大 反而港股其實也不是很受惠 所以 今天來算你升百多點 都算是這樣的 起碼A股到跌了 跌了幾點 但問題是現在很多的變數 都算是變數 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所以 港股你都能看到 又是迫回現在 26,700 在這些位置 又迫回26,800 這個位置 能不能夠說 突破多少穩26,800 我還是不要太大信心 不要說27,000 26,800 還不多少穩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 後市方面 你只可以說現在 跌到下方暫時 因為你又好像見到局勢 那些變數沒有進步 即是惡化下去 現在要安定一點 但又變成你跌不下 又升不起 所以變成現在這些位置 都是沒有拉鞋 都是一個等字 不過都問Rion 其實看到很多分析 暫時大家看看 可不可以上到27,000 這些位置 會不會在這些位置 都流入好倉呢 其實兩邊都暫時 都有拉鞋的感覺 我們看到 技術分析圖 其實紅點和綠點 紅點稍微多一點 所以都是表示 有少少下行壓力 看看牛熊性街貨分佈 昨天在26,900點左右 今天都已經下了一點 大家都稍微保守一點 去到26,300點 比較活躍一點的牛症 那裡來看實際槓桿 都有四十多倍的實際槓桿 都可以讓大家參考這一類 不要太準確 好 都跟Stanley說一下 股份方面的表現 說一下你的愛股騰訊 其實看到它 由8月底下跌到312元 這個水平之後 其實都反彈超過一成上來 雜誌都在340元 這些位置 其實你看它有沒有力 可以補上一個列口 這樣嗎 它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其實一陣子 騰訊又比較股價 是 外製一點 因為始終和你所說 都彈了 差不多一成上來 油份低位彈了一成上來 現在大家都是沒有觀望 因為始終大市本身 都好像沒有太大方向 比起這些藍潮 這些重磅股 其實那個走勢都比較滿 都是橫行為主 你看這一陣子 它都說到 應該是340元 大概這位置 叫做培回 暫時沒有一個好明求的方向 不過我都相信 你說在低位 可能你說 330元以下的位置 開始有些支持 暫時慢慢去看它 都問問Royan 投資者現在怎樣看騰訊呢 騰訊也是 跌時也有投資者買入 呼籠 這裡有個資金流 這是昨天的資金流圖 紅色的就是流入 騰訊排第二 省微信息平安 過去三天 其實它都是頭五名 它是第一名最多的資金流入 所以都是見到 趁資金一跌進去 價格一跌進去 都會有投資者進去 但是看回 暫時都是一個拉鋸的情況出現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回 北水那裏 譬如騰訊昨天是跌 它的資金流向 它都是稍微有些變動 都是跌回 有些資金流出 還有深圳那邊 都是資金跌的 我們見到騰訊 稍微跌一些 但是不是那麼多 所以就不是說一美 是一跌 就會有些北水 會走進來去支持它 所以都是橫行 這樣去提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提議大家 可以用回牛紅症 可以做這個部署 在這個短期 牛症相比那些 Wallon 實質槓桿高一點 實質槓桿通常大約10倍左右 而這隻 我們今天帶來這隻 就是54999 收回價是325.88元 實質槓桿比較高一點 有16倍以上 所以可以快部署 Stanley 剛才都說 其實在330元 那個位置都有些支持 所以騰訊牛可以留意這隻 54999 還有應該這一排的騰訊 因為它的價格不好動 人身過份都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牛仔會比較好一點 是的 但是其實除了騰訊 的股價都是外賣之外 其實看到內險股 其實那個變動都不是很大 其實是由8月份到現在 表現比較好的 都有幾隻 其實平保國壽之外 還有中國財險 其實看到那個升幅都有一成二 而市場看到都看好它第三季的表現 因為上年同期 基數都比較低 Stanley 你怎麼看呢 財險就… 如果相比其他一些受險類的發展 財險有一定的賣點 因為始終在內地的車騎市場裡面來計算 它的佔的比例 佔的份額 它是比較大的 不過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或者緊憂就是說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車的銷售就弱了一些 因為財險的股價也低殘了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以一眾的危險股裡面來計算 它有一定的憧憬在那裡 我又覺得現在這一位 假設你打算長遠一點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隻可以考慮一下 好 那Royan 市場又怎麼看呢 我們看看它的技術分析圖 今次看到6點體聲事件真的很多 有18個體聲事件 而跌的話只有5個 所以在現金的水平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這隻與其他中國內地的保險 其實這隻都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所以今天帶來這隻財險的Colin 編號是28126 行駛價是10.8.8 也算剛剛好 年期長一點 就是明年一月的 實際槓桿有8.4倍 好 你們可以留意28126 說完財險 不知道Stanley又怎麼看平保呢 因為其實看到平保 最近都在90元樓上的位置 但95元的阻力又好像挺大 又沒有什麼好消息 所以我都說平保現在這位 有95元一見一到 你都要走一走 走一走 都直撥在95元這個位置 如果你是短線的話 它也沒有 其實它的勢又不會差 但這陣子都是85 95這個維持到 叫做拉腳 所以這些位置看著95元都可以 現在這個位置 短線薄薄薄95元 這樣嗎 但是最好下回90元樓下 又相對安全一點 但這隻反而突然轉 真的 因為其實你想回頭 你正估的話 其實你炒這些波幅真是有限的 你那塊90元 我當你賺95 你賺5元 你如果買大量的當然可以 但是你一隻手住的話 可能買兩手的 其實你說真的都是 要等 所以反而這些股份 你如果解釋駁它 一旦的話 真的玩一些騙手工具 它可能更有好處 又問問Royan 是不是去到這些位置 都多人駁扣 是 都多的 現在在它的水平 其實昨天來說 就是它最多資金流入 它那個叫輪裏 撥裏反而沒有 很少 所以你都看到 看到是有少少一面倒 每個人都可以支持 評寶 尤其是它的call論 趁短線的機會可以捕捉 今天我們帶來這個評寶的call論 編號是1549 行使價是98.88元 算是低於100元的行使價 而那個年期都是長一點 相比其他一些 12月到期 實際槓桿都有34倍左右 好 評寶call就是18549 最後也想說到有幫 因為之前Stanley也說了 現在香港的局勢 其實都影響有幫的盈利 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少了內地客來香港投保 其實現在的股價反映了沒有 真的我覺得還可以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反映了沒有 真的很難說 但問題是 有時候那個趨勢 即是現在整個勢頭 是不是都 叫做已經是 我們說止跌呢 應該還不是 還是有機會 走勢 還有機會再轉一步 叫做轉差 但這一隻 其實由正股來計算 反而突然轉 75元以下 這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反而突然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好低一點才再買得不遲 嗯 即是要看75元 75元的位置 這位置真的 嗯 好啊 都問了 Royan 其實由7月高位計 有邦 其實都跌了一成 這些位置 那麼投資者又如何部署呢 是的 因為它跌了 所以技術分析的層面 看回 因為可能它的價值 就比較相移一點 所以看到那些綠色點 看升事件 就真的比較多 現在是11個綠色點 對5個看跌事件 所以都是比較支持 它的短線和長線都會是比較支持 它向上升 所以都是一個比較樂觀的看法 但是都是以一個 就這樣買股份的正股 可能升幅的幅度不會太大 但是可以透過那些 渦輪有槓桿效應 可以短期內 就是那個回報方面的潛力 都可以多一點 那麼今天帶來這隻有邦的 Colin 編號就是22885 行使價是86.08元 這隻大約是10%左右的價外 年期都長一點 明年3月 所以都會保守一點 去部署 細細槓桿是7倍左右的 好 有幫call就有一隻22885碼 大家也可以留意以上的論證推介 也都麻煩了兩位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新母番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及的報告分 沒有持有的 有這個騰訊和評寶的 好,謝謝 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 轉頭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待會見